我一定要成为现在这个社会实在良心市场的最后winner 最后winner GV 唯一的办法过来找我 好不好 台湾省的情感导师的水平这么差吗 真的是 还在用20年前的东西来交别 很支持这个南湖蒙这频道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节目 对吧 让很多的兄弟们呢 看到了 有这个脱单的可能性 哈喽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浪记 那么最近呢 有很多的粉丝给我反映 想让我点评一下 最近最火的 一个叫做GV的 这个脱单记 现在呢 这个我已经打开了我的电脑了 这视频呢 我大概浏览了一遍 中间这个GV和女孩子约会的过程呢 其实有点小尴尬 对吧 那么我现在 今天呢 给大家用一个专业的眼光啊 就说好像是他有学过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面对这样的学员 我应该教他怎么做 如果你在屏幕面前 你是GV这样的兄弟 你怎么去做 对吧 其实呢 我发现个问题啊 网上呢 有很多人骂这个GV 也有人骂这个叫做蓝湖蒙 这个频道啊 都是在来讨论他们 我觉得呢 我很支持 首先呢 很支持这个蓝湖蒙这频道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节目 对吧 让很多的兄弟们呢 看到了哎 有这个脱单的可能性 那么我也感谢这个GV啊 他能够出来 对吧 暴露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说呢 喷他们的人呢 虽然第一个呢 呃 你敢不敢 有没有勇气上这样节目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你能不能制作出来啊 这样子一个纪录片 所以说呢 无论如何呢 我还是很感谢对吧 有这样的素材提供给我 很多屏幕面上的兄弟呢 想要听我点评一下 到底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啊 那么今天呢 就如大家所愿啊 我就开始吧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节目啊 他的目的呢 就是说呃 有人脱单花了10万台币 那么这个学习啊 所谓的相亲 那么这个成功与否啊 当然呢 我觉得10万台币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贵 10万台币算人民币 大概2万块钱 对吧 2万块钱其实我觉得很便宜了 你如果在这个呃 内地哈 在在这个呃大陆上 你去跟女生见个面发红包的发几百元 你知道吧 现在是这样的 你花2万块钱来学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很OK 很正常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两个总统的 首先哈 GV一出场出了极大的问题 好吧 专业的恋爱导师会推荐GV 不要戴这个吊丝眼镜 知道吧 首先第一个发型不行 第二个眉毛可以适当化一下 GV的五官正面看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GV有点小爆牙小凸 对吧 他可以去做一个下额圆 然后眼睛呢 双眼皮安排上 好吧 当然呢 那这个是我以专业的情感导师来教 很多兄弟说 哇你 你这是教 教情感的还是教整容的 这没有办法 你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对女生有要求 那女生对你有要求 你割个双眼皮多少钱 几千块钱 6000块钱 你学个恋爱课程2万 你不是去割双眼皮 对吧 第一个呢 首先把自己形象搞好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24岁巨蟹座 24岁巨蟹座 单身多久 18岁开始 高中的担公女朋友 高中的话也没有 这个GV他说话很有很有趣 知道吧 别人问他单身多久了 他说18岁开始 然后别人问他那18岁之前 这个担公女朋友 他说也没有 说明就通过这一句话 说明这个GV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是一个非常的自卑 又不承认自己 仓逼的一个男人 GV呢 他是用一种自信来掩饰自己的自卑 那么这样子的兄弟呢 是特别多的 平面的兄弟很多 你们在嘲笑GV的时候呢 要不要去先去照镜子 看你自己 对吧 你说怎么样 对吧 我其实我觉得 他的这种性格 在70%的 80%的 没有妹子的男生都有 就是我很自信 我看不上所有女人 但是说到我自己的时候 我仓逼我不承认的 知道吧 我总有各种理由 理由总有各种解 这个借口来解释 对吧 你看我跟 我看他说第一句话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去改变这问题呢 首先 如果你是我的学员 GV 如果你是我的学员 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 承认自己的不足 仓逼先承认 挨打站稳 对吧 那你首先要怎么介绍自己呢 GV 如果你学了我课程 第一个我是GV 我颜值很低 从小到现在 我都没谈过恋爱 为啥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学过 对吧 大方坦然的先去面对自己的不足 你首先得学会这样子 一个男人直面自己 而不是在这18岁过后 没有单身 对吧 别因为那18岁之前呢 我还是单身 对吧 所以说呢 这显得很虚伪 显得不够自信 显得其实你没有接受自己的不足 所以做一个男人 一定要接受自己的不足 对吧 我单身 我要自己承担责任 而不是把这个推到旁边 包括屏幕面前的兄弟们 你也是第一个记住一点点 就我18岁单身到现在24岁 这时我很好奇 为何他坚称自己为目前单身 而不是母胎单身 目前是单身的话 给人的感觉好像会好一点 目前 对 OK的问题来了 你看就是GV的第二个问题 他觉得目前单身的话 会给人的感觉好一点 其实你想太多了 就说你的理解和大众的理解呢 出了一个偏差 大家不会因为你说目前单身 还是说你母胎单身 而对你有什么看法 因为很简单 你是单身 你是傻逼 大家心知肚明 不是靠你话 怎么说就可以扭转 懂不懂 这个是很多所谓的情感导师 我要喷的 他去上课的这帮 教他这帮人 乱教 为啥呢 因为我能够理解到就是这个 他学的是话术 学的是所谓聊天 他希望通过改变他的聊天 改变他的话术 让他人从一个傻逼变得不傻 那么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你看一下 GV他一定是学过这种课程 但是 我告诉你 学中毒了 因为教他的人他妈水平就极低 他搞不懂核心所在 你傻逼并不是因为你说了某些话变成傻逼 而是你一眼就看去傻逼 比如说GV一眼看过去就是没有 没有女人的样子 为啥呢 形象 第1个 第2个说话的方式 不够自信 第3个 说话的态度 一直在这里扭扭捏捏 想要掩饰自己 单身的这种本质 虚伪虚假 如果我一直都是单身的话 我是不是有些地方是不太好 让女生才会不太喜欢这样 OK的 说得很好 GV说我一直单身的话 是不是不太好的样子 说对了 让女人感觉不太好 是你的说话方式 是你对女人不了解 是你的形象 是你的这种表达思路 而不是你说了某些话 GV一定要记住这种 目前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 我是不是好像 你是有其他女生在 在追求在聊天 OK的 现在这个肯定是 很多 也是他所谓的 他这些导师教他的 让自己显得有行情 我告诉你 真的有行情的 像我这种的 我要避免的 让女人觉得我很行情 我说也没有人追我 知道吧 只有仓逼 才会显得这个行情 前两天还跟女生约我去吃饭 我没有去 对吧 我会说这样话吗 我肯定不会 女人说你前两天又跑来去鬼混 没有 在家 知道吧 这个还是真的有妹子的人聊天方式 说你一来你就搞错了 知道吧 这个约会日 约会日特别 好久不见 今天的穿着有没有 最屌丝的就是戴一个这种 阳光下会变色的这种眼镜 知道吧 这种是屌丝中的屌丝 但是我告诉你 很多台客喜欢 知道吧 当然我这里的没有这个贬义 很多台客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意思是不时尚的 比较old style 喜欢戴这种 显得什么老土 知道吧 有什么小星级 这一颗 这一颗是怎么样 双头银 OK的 他说这颗 这个配饰 其实我告诉你 很傻逼 为啥呢 因为你如果想要 把自己打扮的 有点出彩 你的 西服的款式 应该是更休闲的 更花里胡哨的 这个时候再配上这样的饰品 才好看 你穿一个你妈屌丝西服 然后呢 不伦不类的搞一个 他妈的凶针在这里 女人只会觉得你什么呢 你在东施笑评 你在故作 时尚 你看你里面的内搭T恤 加上外面这家屌丝西服 都衬托出你就是个屌丝 我告诉你 你所谓的穿达 所谓的衣品 不是靠某一个 配饰就可以扭转的 我有很多学员说 那我要去买个链子 我带着就很酷 要跟你学习 对吧 你穿一个屌丝衣服 挂一个再潮的链子 别人会觉得这链子是你妈 偷的 是你捡的 是别人送给你的 不会觉得你很搭 包括他也是这样子 所以说没用 他的所有的形象 重新设计 算是装饰 在约会前几个小时 我们与季威一起观看 上去配对失败的影片 并且讨厌有什么可以改进的空间 但没想到原本只要来帮忙的Sindy 竟然被季威看上了 OK的 竟然被季威看上了 这就是没有 选择男人 他妈最容易出的问题 见一个爱一个 爱一个 失败一个 失败一个 难过一次 难过一次 再继续努力 又见一个 又爱一个 很傻逼 因为你也蛮会讲话 我告诉你这个季威啊 他的问题啊 他其实不是说 他不会讲话 而是他妈他太会讲话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去 故作了一个自己会讲话 很会社交很懂女人的男人 但是呢 他真的又不懂女人 这个就是他 学这些所谓的情感课程 你妈学中毒了 就是我告诉你 这个季威他是可造之才 但是他唯一的 错误是什么 是他选错了导师 选了一个根本不会教把妹的人教他把妹 很简单 你作为一个季威你怎么样受女人欢迎我告诉你 你不会说话就他妈闭嘴 对吧 而不是你不会说话在显得自己 故作侃侃而谈 聊的天都不在点上反而显得自己傻逼 你直接告诉女生说 其实我不太会聊天 对吧 但是你说什么 我都听在心中 会让女生觉得这个男人虽然说很呆呆的很傻傻的 但是他好歹真诚 你这样做 第一个让女人判断出来你不会聊天 第二个呢 显得自己他妈还不真诚 显得自己很虚伪 显得自己在那里 故作模仿 女人觉得这个人不行 懂了吧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 劣死者心态 看到没有 所谓的劣死者心态 对不对 你懂不懂什么叫劣死者心态 你懂不懂什么叫把妹 你懂不懂什么叫雄性领袖 你都不懂 你劣死者心态我告诉你你就变成我这样子 今天去到playhouse他妈带场各位他妈一个都不要走 对吧 只能被我带走其他人带不了 这个还有劣死者心态 懂不懂 而不是在这里你出去见五个妹子五个妹子都拒绝你 你懂不懂什么叫劣死者心态 一头脑骨 他要去练 他一头鹿 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 那头鹿是我的猎物 我就是非要把他杀了不可 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只能暴露自己社交 社交不足 比如说我想要 在女人面前 我要跟他聊所谓的劣死者 我是不会跟他聊的 我只会在屏幕面前告诉你我的想法 如果女生在我旁边 我会怎么说呢 我会说我会 我无所谓 知道了 他们说 那个浪哥你出去把妹你 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女人 就要上那种 我说你妈你性饥渴吗 我马上就骂他了我你老子有问题吗你性饥渴吗对不对 但是这个 这个GV 主动告诉别人我性饥渴 我看到路就要飞他不要 对吧我没吃过肉我也没吃过路 路不能跑必须被我吃掉 但是我没有能力我是个琢瓶 对吧 所以说呢 你看一下这个聊天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同样是男人 说出来的话完全不一样两个世界这个是为什么有人有妹子为什么没有人有妹子 别人问我 说浪哥你出去看那个女生 这个你是一定要把他拿下吗如果你很喜欢他的话如果别人问我这样问题我会怎么回答我说 他喜欢我再说 对不对别人对你没有兴趣我凭什么非要把别人拿下呢 女生是要被尊重的 好吧 别人没看上我啊我觉得这个你这个人不行 那我怎么去拿下呢对不对他应该是 找到适合他的男人 所以说呢我出去看到女生我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拿下 那么谁谁要拿下呢 觉得我还不错的 对吧那他肯定跑不了 知道吧 但是你要是不喜欢我 再见 我不喜欢不喜欢我的女人 自己可以先不用遇上独立场 放轻松不用太把重心放在对方身上 这个女生很会 我告诉你这个女生出去交把妹比他 比这个继威的这个导师 牛逼一万倍 知道我他说的句句很实在 就是放轻松 不要在意结果 不要把目的 不要目的性这么强不要一定想到要去干住哪个妹子 就是 展示自己 随意聊天交朋友这个女生很会你看这女生就很放松看吧 这个这个季威就正正看着很很猥琐又很紧张 你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你不是这样的菜对不对 外貌没办法控制 所以能够控制 OK 季威真有说说了一句话 外貌没办法控制 你他妈长这么胖你没办法控制吗 来后期把我的照片给大家放一下 原来我是什么肥厚的肥猪样子 过后之前前两年 瘦的时候多帅 现在又长成什么猪头样 外貌是没办法控制的吗 只是你不想控制 只是你 不愿意控制 不愿意为之努力好吧 作为一个男人我告诉你任何事情都都可以控制取决于你想不想我告诉你这叫GV的兄弟 你现在去健身 你瘦下来 会变帅很多 双眼皮割了 对吧把你要爆牙给我哭掉 对吧眼镜给我取掉 你会大便要马上变帅逼 明不明白 GV你的身高 是没有办法 改变但是你可以穿真高鞋 my queen的小白鞋安排起来巴黎私家安排起来 好吧 形象重新给你换一套 三个月我告诉你GV三个月你可以从这个三分男孩 至少变成五分 好吧 你如果跟我学根本不会这样子 一个傻逼样子被大家嘲笑你来 成都找我 好吧 GV这样子 我帮你报销机票 我不收你一分钱学费 你过来跟我学习 有没有时间待三个月三个月过后 你他妈跳出来打这帮傻逼的脸 你要 我告诉所有人 男人是可以改变的 只是你妈导师选错 发型穿搭 穿搭你这个穿搭有控制吗 我就告诉你穿个白 白T恤穿个他妈的傻逼裤子 你根本没有穿 没有控制你的穿 你看这个GV就很呆滞 他就是你看GV这种人 他很容易被别人操控 就是说他很像一个呆瓜 懂不懂 就是他没有基本的这种社交智慧 别人说你又很香水吗 他还说你要不要闻一下 就感觉什么呢 他很容易被操控 就是他很容易跟到别人的思路去走 他很容易追随别人 跟随别人他没有自己的主见 对吧如果别人问到我说 哎你最近用这个喷香水吗 我说咋啦 一来就是个反问咋啦 我搞明白你啥意思是不是要干我 对不对马上 如果这个男的这个男的笑嘻嘻的 再来说他想要干我 他说浪哥你最近喷啥香水 我说没有喷香水 如果他很真诚我就说很多 我说有这个潘海梅根的牧羊少年 对吧 这个LV的有一款 蓝香还不错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对吧之前用的是 香奈尔的 Blue 最早的那个CK那个黑色的那个Man 那个骑士 也好但是我忘了个名字了 我朋友说的那个Dior的一款 矿野吧 好像也是 女人很喜欢的 对吧 你看我这样聊出来 别人不会觉得你傻逼 原来你家里有这么多香水 首先别人会觉得 卧槽你有点酷 对不对 我不会在那里你闻一下 知道吧 对吧 如果男的说什么味道我闻一下 我关他 男的闻个鸡巴 对不对 态度马上就来了 但是别人不会觉得你什么 别人不会觉得你 不好接近 别人只会觉得我浪哥 很有态度 知道吧 我最好是不要去调戏浪哥 我最好是不要去开浪哥的玩笑 因为他会干我 知道吧 但是你看他 闻一下 闻一下 对吧 很容易被干 很容易被操控 就像一个泥巴一样 有吗 有我已经我真的有闻到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这个画面这个 继威 他就在这里沦为社交的笑柄 这个男的在调侃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 在这里极力反对 然后这个男的在笑 你看继威多尴尬 他的社交地位在这一瞬间被拉的 极低 很多兄弟说那浪哥 你如果 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怎么做很简单 我就说还录不录节目了 知道吧 我什么意思啊 不要来开我玩笑 好不好 我小姐姐你虽然很漂亮 但是呢 对吧 其实你还是可以 知道吧 什么时候出来 对吧 我就开始调侃他了 我说不要这么害羞嘛 对吧 我就开始很自然调侃了 我说干嘛呢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男的在这里调侃我 我就会在心中给他记一笔 他妈早时就会干他 但是你看继威 很尴尬 三个人在笑 他一个人在这里 眼神你看到没有 这个画面 看到一边 他一下被割裂了 你看别人都有眼神的对视 你看这个男的他妈的笑得幸灾乐 乐祸 你看这种人 知道吧 我说在社交局中有很多这种傻逼 以取笑某个男人为快乐 以打压某个男人 他来证明自己强大 你作为男人 你在社交局中 这种这种人你一定要注意 有两个选择 不要跟这种玩 第一个选择 对吧 就是我只知道靠谱兄弟 第二个选择 跟他互干 他跟你开玩笑你马上干回去 你笑个鸡巴 你笑 对吧 直接开干 他说 咋回事 对吧 马上懵逼 你说不要笑别人 对不对 虽然说我是个丑逼 我没有妹子 但是 我不是那妈的让你在那取笑的我来配合你拍节目你们几个呢 傻逼在那笑我啥意思呢对不对 马上就开始干他了 他们 只要知道你的脾气所在 别人马上 我刚刚整个讨论下来可以尝试改变的事 发行我觉得可以再有份量感 这个女生非常会 会会当导师 我感觉这个女生 比他的什么 比纪威的所谓的情感导师 你妈的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女生很会呀 纪威就是一来发行就不对 我打包 要不要第二次之前我们尝试做个小改变这样子 好 OK 看到没有 他又被操控了 你要不要 这个 第二次做个小改变这个样子 OK 对吧 一点态度都没有 你看我会怎么说 第二次约会的时候你要不要改变一下发行 谁买单呀 对不对 看到没有 然后呢笑话说开玩笑的 我说OK的 双OK 对不对 你看 整个他妈的社交氛围就被我 带起来了 这就是社交智慧 但是他不懂 他不懂的原因是因为很简单 不能怪他 因为他是个程序员 他从小到大 从一岁到18岁 他努力工作 18岁到 22岁在读大学 想要找一份好工作 他就努力读书 1到18岁 18岁到22岁 他在努力 想要 找到好工作 找到好工作 22岁到24岁 他是努力的工作 他永远没有时间去社交 永远没有时间去 想明白 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只是 为了赚钱为了生活 他很可悲 我告诉你不仅是他 在座各位你们都很可悲 对不对 有谁是真的是为自己的梦想而活着的 我觉得太少了 所以你在笑他的时候 自己照到镜子 有没有看到 自己的样子 对吧 不要去笑别人 对吧 他只是 没有 这种经历 他只是 他暂时没有成功 因为他没有学习 我告诉你他跟我一年半 他妈的把的妹比你们屏幕面前的妹子 漂亮不知道哪里去了 旁边的主持人随便选 好吧 只要这个GVA来成都跟我一年半旁边这种 这种货色我告诉你 要多少有多少 这是我说的 我来安排就完事 知道吧 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旁边这种女生很懂 好吧 很懂 很了解 确实是这样子 我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个非常好玩的 已经是一个讲解 你看一下卧槽这个照片 放出来 对吧很惊艳 但是你看那个女的出来过后是一个他妈牙套妹 照片女人都是照片 对不对 我们的纪威兄弟好歹把你展示面给我安排起来 而且你看这个女生 他知道这个颜值不行 身材给自己安排的很妥当 对吧 其实他没有胸 但是别人就是要穿 比基尼 就是要录他的小蛮腰 就是要 展示自己的磁性魅力 所以说 GVA兄弟你赶紧去健身 以后 虽然的颜值不行 你妈八块腹肌安排起来 大胸肌对不对 再穿个紧身内裤把你的 这个男性魅力给他凸显起来 我告诉你你这样子 按这个女的随便选 甚至你可以去上班 对吧 而不是现在看那个爆牙妹 钢牙妹 在说我蛮美 知道吧 错了 知道吧 别人都会 做上修土 知道吧你也得学习 很漂亮 口红化妆看到没有 口红化妆看到这些化妆 我当时看这个女生 我说OK的 我说 卧槽节目 节目组为了这个GVA 瞎了他妈大功夫 这种 这么没安排起来 我当时就 GVA有福气 结果那女生一出现 我都不用看他把这个口罩取下来 就看他那个眉眼 我知道糟糕了 遇到照片 GVA你看一下 别人的照片 你为什么不能当个照片 对吧 我只是问你 结果他怎么样而已 自己猜 喜欢吗 嗯 你看这张照片 女生的 公司 笑得来都不像他自己 结果他怎么样而已 自己猜 这个女生 笑得来都不像个自己了 现在女生多会拍照啊 GVA 哎兄弟 你啥时候能把这种照片拍出来啊 很简单 这也是4月份跟我去山亚 3月份 我给你拍出来那种照片 我告诉你这种妹子 随便选 好吧 真的是 太可怜了 太 可怜了 你看到没有 你们被这些女人 所压制住 你看女人多会拍照啊 爆牙都拍了这么好 你看 整个人都崩溃 你看看这个眉眼 卧槽这个眉眼 简直是 出了极大问题啊 对不对 而且你看他的手臂 也很粗 可能是 镜头的问题吧 但是我 我确实我不觉得 他有这么的瘦 那么的前夕 对吧 眉眼看起来 我告诉你 其实跟GVA 他俩的颜值 不相上下 现在心情如何 只是他比较 会生 不排阻量 会有可能性 其实是个大兵 那我们就要直接出发 好 为什么会从团定来 就单身酒 你看GVA 你看GVA 特别节制 西洋行人节 白色行人节 七夕行人节 生长节 过年化 镜头出这么节 你看我 看周边的朋友 应该一个都会成功成功 我看你一个 GVA 真的跟我好好学习 人活一辈子 应该至少要谈过一段恋爱才可以 人活一辈子 应该至少要谈过一段恋爱才可以 GVA 兄弟 你他妈在说啥话呢 跟着浪哥 一辈子 至少要谈一百段 好吧 那你在说啥呢 一段 哎呀 做一个男人 不能 这么目光短情 要求这么低 好吧 并且从那段恋爱关系中去 自我学习自我成长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他还要说在这段关系中 自我学习自我成长 话说的很好听 你妹子都没有一个 这个就是所有的这种单身男生 他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妈说起话来理论一套一套的 知道吧 但是实际上你妈手机打开一个妹子都没有 真的赶紧来关注一下浪迹钱 好吧 很好 他很像是 老师 他讲的很像老师 知道吧 边嘲笑他 很好 意思就是你妈说这么 说这么好 又是毛用 你妈你还不单身一个 知道吧 很好 捧杀 知道吧 加油 一二三 加油